当地时间8月5号,国际军事比赛2019海上登陆项目障碍赛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拉开战目。 按照赛前抽签,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委内瑞拉四个参赛队共派出12个陆战班96名陆战队员同台竞技,根据各陆战完成时间判定名次。 中国参赛队三班与伊朗参赛队一班首先登场。 陆战三班! BGM! BGM! 海上登陆项目障碍赛设置木制栅栏、砖墙、残破建筑物、铁丝障碍网、高低装铁丝网等19个障碍物和600米冲刺跑道。 这个比赛已经举行了五年,今年参赛国都进行了很好的准备,在障碍赛比赛中,所有参赛队员要克服19道障碍,沿路线行近1200米。 这次比赛的障碍场,这次比赛的障碍场模拟复杂的现代城市作战环境,对参赛队员的战场意识和配合能力都提出了很高要求。 经过激烈角逐,中国参赛队三班赢得了第一轮比赛的胜利。 随后,俄罗斯委内瑞拉参赛队也依次登场,经过六个轮次的激烈角逐,中国队三班以9分01秒勇夺障碍赛第一名,获得了最佳路战班荣誉。 对于这样的成绩,中国参赛队教练组认为仍有提升空间。 这个按成绩是拿到了第一,但是跟我们预前训练有一定的差距。 下一步的话,我们针对出国的比武交流活动,所有的同志走出来看一看其他国家的部队和我们之间的差距。